威武貴 這次的藝術工作坊的主題是青年感想攝影展 其實是結合了插畫和攝影兩個藝術手法 呈現小朋友的夢想究竟是什麼 我是負責策畫工作方的導師Kiki 就是負責指導小朋友 如何以一些簡單的圖像 呈現他們心目中的夢想 我是家元 我是今次這個項目的其中一個導師 我就是負責做形體方面的 一些引導小朋友的姿態開發的導師 因為今次的項目的其中一個重點 希望可以令小朋友 去感想 可以用身體呈現他的理想出來 我希望透過我的工作方 可以令他的身體比較圓意 更加有方法 可以將自己的一些東西 請給觀眾或者大家去討論 所以我們透過不同的練習 希望小朋友可以發展一種對人的護衆 以及如何用他的身體傳達一個訊息給他 香港幾天兩天的酒店 除了酒店的藝術師 我都很關注我們社會的發展 我們GLO和HKU8發展 即是香港已經有師傅 做了這個partnership 做了十五多年 我們每年都會有不同的導師 以及不同的小朋友 跟我們做一個深圓的workshop 去給他們發展他們的藝術 前面的 今次的workshop 我們走到義工的角色就是 會單位一班大哥哥和大姐姐 和小朋友一起去創造一些藝術作品 當中他們會互相 其實那個合作關係 不是單方面 帶人去inspire小朋友 其實互相是 小朋友都會給到很多新的idea 給義工們的 他們互相中間會透過這個過程中 有發展更多的創意和設計 這個是我們最希望發展的目的